大家好,我是小熊 刚刚去了一趟医院 买了点药回来 老乡们怎么全跑村口来了 而且排得这么整齐 是在迎接我吗 等会儿,蜂蜜饼 这是什么新食物 以前没听说过呢 别插队 要想吃饼,去后面站着 我不排队,只是接锅一下 哟,小熊 你回来了,感冒好了吗 医生给我打了一针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话说你手上拿下的是什么 你说这个,这叫蜂蜜饼 刚刚买的,还热着呢 你要吃吗 不了,谢谢哈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 用蜂蜜和蜂肠做成的蜂蜜饼 只卖两个钻石了 我去,这不是黑帮吗 怎么跑这儿来卖东西了 怎么,就允许我们做正经生意 没有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好奇 你们卖的这么便宜 怎么赚钱呢 这个你们不用管 我们有特殊的经货渠道 还是说,你觉得我们用的是假蜂蜜 那个谁,给他点样品尝尝 好的老大,来吧 试试我们的蜂蜜饼 好,好的 哇哦,这也太好吃了吧 甜而不腻 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呢 我要去排队 哇哦哦,终于轮到我了 那傻老哥,请给我一张蜂蜜饼 刚刚老大吩咐过了 不收你钻石 随便拿一张去吃吧 好的好的 真是太接近你们了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呢 黑帮里面也还是有好人的 小熊 你居然买到了 那啥 能把它让给我吗 你在想屁吃呢 自己排退去 真是的 最近这种想不劳而获的村民 真是越来越多了 让我来好好享用一下吧 真好吃啊 感觉整个人都甜丝丝的 吃饱喝足 先睡一觉再说吧 等会儿 哪来的嗡嗡声啊 有蚊子 我去 好大的蜜蜂啊 他们破装进来了 都给我走开 我屋子里可不是你们的地盘 我去我去 围上来了 不要咬我啊 不行 顶不住了 先撤退吧 这群蜜蜂疯了吧 怎么跑到我家里来遮人了 看来得叫橱蜂公司的人来一趟啊 小熊 你家也进蜜蜂啊 我去 老乡 你们的脸这是怎么了 这么多红点点 别提了 都是被蜜蜂给咬的 还有其他老乡 也都被蜜蜂给袭击了 这么离谱的吗 为什么好端端的 村子里会出现这么多蜜蜂呢 好好好 你没有猜错 这些蜜蜂 是我放的 该死 我就知道这帮家伙没那么好心 我去 你们也太惨了吧 五官都被遮歪了 这样一比的话 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哦 那就重点照顾一下你吧 出动吧 我的蜜蜂军团 我去我去 我开玩笑的 不愿过来啊 该死的 这下我的脸也歪了 根据我的分析 一定是那些蜂蜜饼有问题 拿上几桶蜂蜜 让科学家分析一下吧 哦 我去 你是谁啊 小熊 没错 是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哦 原来如此 发狂的蜜蜂是吧 来 把这些喷雾拿着 能让昆虫平静下来 哦 哦 我就知道 找你肯定有办法 这些蜂蜜给你吃哈 我先走了 好小子 一出门就找过来了 不过这次 我喷雾在手 可不怕你们 给我老实一点 嗯 真快 看样子都要睡着呢 我来帮你们快速入眠吧 OK 全部解决 我去 好大的红色蜜蜂啊 喷雾对它没用 那就直接来硬的吧 还好带了把步枪 不然有的打了 是时候跟它们做个了断了 嗯 还敢回来 看来遮得还不够呢 不好意思 以后你的蜜蜂 遮不了人了 嗯 等等 你压得对它们做了些什么 没做啥 有种就叫它们来遮我 我站在这里不动 好吧 哦 看来你对你的喷雾很自信呢 人头疯 出来吧 我去 好奇坏的蜜蜂啊 居然长着人的脑袋 给我砍喷雾了 怎么样 飞不动了吧 给我砍枪 好了 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 都给我去死去死 我去 我的小弟全没了 喂 其实你们做的蜜蜂饼 还挺好吃的 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做买卖呢 说吧 你是怎么操控那些蜜蜂的 嗯 是 是这根拳杖 它能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 活的东西 全挺你的 哦 这么神奇吗 我来试试 过去 泥土长脚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哇 那啥 请问我能走了吗 走 我可没说要放过你 给我去死吧 居 Oi